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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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現我十月份要出國 去把護照拿出來的時候 發現它早就已經過期了 趕快去辦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離開台灣這塊土地 你沒有那一本護照 你是寸故難行對不對 複照代表著我們的身分 代表著我們屬於哪裡 而今天保羅 他在《以夫所書》的第二章十九節 他一開始就說 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克里 英文的翻譯是叫strangers and aliens aliens 這個字我們會想到那個電影異形 但是其實alien這個字 其實它就是外國人 所以保羅跟以夫所教會這些信徒說 你們不再是客旅 不是外國人 你們是屬神的活度的人 這個護照到底有多重要 前幾年有一個湯姆漢克斯 湯姆漢克斯的電影 叫做《航葬情緣》 他是一個東歐的人 小國家 結果他來要入關美國的時候呢 他的國家就在一夕之間 因為發生軍事政變 那個國家突然就沒有了 暫時沒有了 所以美國海關就沒有辦法讓他進來 他沒有辦法進來 他結果一次兩次 他的國家還在那個動漫當中 美國就沒有承認這個國家 後來他就乾脆就住下來 沒有那個護照就進不來 進不來他就沒有辦法要完成 他本來想要到美國的時候 他做了事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小時候就看過這樣的紀錄片的新聞 因為越戰結束的時候 美軍從越南撤離 然後有很多人也想要跟著美軍一起撤離 結果我們就印象很深刻 那個美國大使館裡面外面擠了滿滿的人 對不對 外面的人有的也想要擠進來 但是就不能進來 唯有如果你出事你有美國護照 你就進了去 然後待會就跟他們一起搭直升機 最後一班的直升機就走 這樣的事情 在前年 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時候又發生一次 就在那個最緊急的關鍵 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跟不是 其實他有非常關鍵的角色 而保羅在這個時候 跟以弗所教會的信徒說 你們不再是外邦人 你們不再是外國人 不再是寄居的 你們是屬上帝國的國民 為什麼會講這些話呢 我想對這些以弗所的教會 因為他們裡面可能有不少人 他們是非猶太學統的基督徒 所謂的非猶太學統就是說 他們本來就不是猶太人 但是因為他們得照福音 他們相信耶穌基督了以後 開始跟這些 猶太學統的基督徒一起聚會 我們如果熟悉使徒行傳 我們熟悉信約的背景 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初代的教會 他們經常有這樣的問題 誰是這個教會 誰不是這個教會 但是保羅說都是這個教會 猶太人他們有猶太學統 他們信了耶穌仍然持守猶太人的傳統 他們也是基督徒 也是這個教會 而外邦人 他們搞不好也長得不像 我們現在我們是看不太出來 猶太人跟其他的西方人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也許他們當時候 他們是看得出來 長得既不像 講的話可能也不完全一樣 然後他們也沒有守摩西的這些 摩西五經裡面的禮 但是保羅跟他們說 你們是神國的子民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保羅在這裡處理的是一個 有關於身分認同的一件事情 以福所述的信徒 他們其實應該都經歷過身分轉變 也就是說他們以前 特別是這些外邦人 他們根本不認識神 不認識摩西五經 但是當他們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之後 他們開始成為上帝國的子民 他們就慢慢的理解到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世界觀 我們的道德觀 過去在外邦世界 所謂外邦在他們那個時候 特別指的就是希臘羅馬的文化思想跟宗教 過去我們所理解那套東西 現在我們發現那個不對 我們要從聖經 我們要從耶穌基督的啟示裡面 來理解 並且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當然對猶太的基督徒來講 他們不是沒有新的功課 他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課是 他們當然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使命了 他們生來就是上帝的使命 猶太基督徒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對猶太基督徒必須要學的一個功課是 但是記得上帝的子民不是只有我們猶太人 外邦基督徒算不算 當然也算 當然也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教會裡面 其實我們常常藉著傳福音 不斷的提醒我們自己的身分 而且藉著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也常常聽到那些剛剛信主的人 我們有一些時候會邀請他們做見證 當我們聽見他們的見證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對神的感恩會受到激烈 因為我們可能當基督徒一旦當久了 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我們甚至會覺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我們看到那些剛信耶穌的人 他們心裡面充滿了感恩 他們心裡面有很多的見證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當初決定 或是我們當初接受福音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是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地方教會 聽到一個弟兄 他剛剛信主 他是一個木匠 他因為做中法後來做得很不錯 所以越來越有錢了 有錢了以後呢 他就進出那些社寫的場所 他本來以為這樣就是所謂快樂的生活方式 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邀他去教會 當他去教會的時候 他發現教會裡面的人 他們的親子關係蠻好的 他們的夫妻關係蠻好的 他才發現說原來自己的那套生活方式 跟那套想法好像有很大的問題 結果他就不斷的參加教會 他心裡面有一點羨慕 然後後來他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 當他決定做基督徒的時候 他跟所有弟兄姐妹說 我發現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 現在的這樣的思維模式 才是合神心意 而且也是合我自己心裡面的平安的 當我們聽到像這樣的新的基督徒 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份子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 我相信心裡面都是充滿的感恩 並且更再一次的幫助我們 去回想那個起足的愛 讓我們能夠紀念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接著保羅說 我們都是在接著保羅本來第一句話說 我們都是神國的子民 神國的公民 接著他馬上又第二個比喻 我們基督徒是上帝家裡的人 家裡的人跟神國的公民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的神國的公民 他比較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羅馬地位 如果你是國羅馬公民的 但是身分地位跟一般人不一樣 羅馬管轄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但是羅馬公民的身分不一樣 所以比較是一個政治的概念 第二個比喻保羅說 你們是神家裡面的人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比較親密的關係 他不只是身分而已 大概十幾年前有一次 但是他們大家知道這個七十年前 台灣神學院的院長是孫雅各牧師 是外國來的宣教士 然後他的夫人是孫里蓮師母 他後來創立了介財總會 這個介財總會一直留下來 到今天都還有 那十幾年前他們每一年其實都會到 因為孫雅各牧師跟他師母 都埋在我們的財神的教堂的旁邊 所以他們每一年在固定的三月的什麼時候 都會來這邊來紀念他們 那因為我是地主 我就代表學校歡迎他們 那就在我要去教堂的這個路上 我發現他們已經到了 然後一群小朋友 有幾位老師帶著他們 結果這些小朋友都看到一個老人家 我知道那個老人家是一個教會的長老 是他們介財總會的董事長 我稍微認識 接下來發生一些令我難忘的畫面 其中一個小朋友大概國小一二年級 他第一個發現這個董事長來了 他就跑上去阿公阿公 他就一直叫阿公阿公 就是叫爺爺爺爺爺 然後看他這個很熱情的樣子 然後第二件事情 這個小朋友又接著問 阿公你記得我是誰嗎 我最怕人家問我這問題 我大概知道他是誰 但是我是叫不出名字 結果這個阿公我本來替他很擔心 結果這個阿公馬上就講出他的名字 然後我看到那個小朋友燦爺的笑容 就好高興好高興他知道阿公記得他 接著他就上去抱阿公 那阿公也抱著他 結果這一畫面其他小朋友都看到 馬上其他的小朋友都跑上去抱著阿公 介財總會屬下的育幼院 不再只是一個育幼院對不對 是一個家 育幼院或一個機構我們感覺是冷的 可是當這個小朋友認識這個阿公 阿公我不是很確定我真的很懷疑 要換成我我做不到 他可能真的認識裡面很大部分的小朋友 他叫了出他們的名字的時候 這個不再是一個育幼院 不再是一個機構 是一個神的家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其實都盼望每一個人屬於這樣的一個神的家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好像只是屬於某一個機構 某一個組織或關係當中 但是保羅在這裡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屬於神的家 當我們說我們是屬於神的家的時候 他至少兩成的關係 一個是我們跟其他肢體的關係 也就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間的關係 我們到底對彼此的認識 我們的熟悉程度 我們的信任有多少 但是也有人只有停留在這個層面 其實是不足夠的 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層面 就是我們跟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關係 因為唯有當我們真正跟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有可能 也才有可能跟我們其他弟兄姐妹有更好的關係 潘過法他就這樣說 德國的一個神學家他就說 因為我們唯有跟主耶穌基督有正確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建立正確的關係 潘過法他在德國當時後二次大戰 希特勒那個年代 他就說 他沒有明說 但是呢 他就書裡面說 我們有一些人來到教會 我們想要把自己的夢想變成教會的夢想 但是他說 因著神的恩典 神通常不會讓這個夢想實現 然後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又重新去思考到底什麼是教會 而也因為這樣 我們每個人可能或多或少都經歷這樣的階段 所以我們都更深的認識什麼是教會 更深的認識什麼是主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是神的子民 我們是神家裡面的一份子 當我們用我們是上帝的孩子的這個比喻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想到父母跟孩子之間什麼樣 除了在親密關係以外外觀長得像 孩子慢慢成長的過程 我們會發現他哪裡像爸爸哪裡像媽媽 我覺得還有一層很奇妙的是什麼 我想我們在場當父母親的人都知道 不只是外觀有這邊像那邊像 有的是講話聲音像 到後來慢慢成長的時候 你發現他連脾氣連個性思考模式都像 很神奇對不對 我舉一個例子 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女兒上那邊的小學 有一天媽媽從學校借了一本圖畫書回來 然後在那個圖畫書上面畫了一隻牛 那先講我 我回來以後 我自己的自己 我回來以後翻翻翻翻到那一頭牛的時候 手指頭就指著那一頭牛 因為他畫得很簡單 我自己的母語是台語 我就說 這隻牛是四角形的 因為他身體就畫一個四角形 我太太看到我這樣說的時候 她笑得不得了 我說你笑什麼 這真的是四角形呢 她說不是啦 剛才你女兒一樣躺在那個地方 一樣拿著故事書 然後用手指頭 然後用英文說 This skull is square 只是用了語言不一樣 但是講的話還有做了動作 完全都一樣 神奇對吧 我們的信仰保羅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其實他也要告訴我們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我們當我們是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的時候 我們也跟耶穌基督有越來越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的性情要越來越學向主耶穌基督 而且我們越來越發展出來 我們神的性情包括仁義 仁愛公義慈悲寬容各樣的性情 也慢慢的在我們的性情當中慢慢發展出來 這是因為我們是神家裡的人 保羅接著講第三種比喻 第三個metaphor 剛才第一個講的是公民 第二個講的是家裡面的人 第三個說我們是上帝所建立的聖典 我們都知道其實教會跟教堂不一樣意思的 教會指的是這一群基督徒家在一起叫教會 而教堂指的是建築物 那我發現其實講英文的人 美國人他們也常常有時候會弄錯 或者是沒有刻意去區分他 他講教會的時候 其實他意思是在指教堂 有另外一件他在指教堂的時候 他用教會這個字 好大部分的情況我們聽得懂知道他講神 但是我們仔細區分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我們說教會指的是 上帝的子民這一群人加在一起是教會 我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教會 他們的現堂禮拜 那這個在現堂禮拜當中 他們有一位祷告的人 他說的非常的好 他這樣說 他說我們奉獻這個聖殿成為讚美敬拜 領受真理教導以及信徒相通的使用 再講一次 我們奉獻這個聖殿成為讚美敬拜 領受真理教導以及信徒相通的使用 願謀要歸於上帝也常常求神在我們的當中 他把教堂以及我們在教堂裡面應該做什麼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但我們從這個教堂跟教會之間的區隔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想到在舊約 其實他也常常會用教堂來象徵著上帝的顯現 或上帝的統戰 但是其實 所以我們會有像這樣的詩篇 說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但是其實聖經裡面即使是舊約 也有很多地方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神沒有住在人手手造的殿宇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要知道建築物跟教會 它是應該要區隔也是可以區隔 到了信約的時代我們知道 特別是在五旬節降臨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信徒就越來越清楚 因為其實這一群基督徒 他們不見得能夠在聖殿敬拜 所以他們可能是聚集在某一個信徒的家裡面 他們一起在那裡敬拜 當聖靈降臨充滿在個人的身上 那這些從不同地方來的人 他們說起各國的方言的時候 他們知道上帝在他們的中間 上帝的靈在他們的中間 從那個時候 基督徒就越來越清楚 聖殿不再只是他們以前所指的 耶路撒冷的那個建築物 聖殿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 我們自己的身體 或者是說所有的基督徒 我們一起加起來 我們是神的店 這也是為什麼耶穌會說 他在耶穌福音六章五十六節這樣說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我要在他裡面 他也要在我裡面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 耶穌基督在我們的裡面 保隆也說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什麼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所以我們每一個做基督徒 我們不要以為只有禮拜天來到聖殿 來到教堂的時候 我們才是跟上帝連結的 而是在我們每一天 每一時每一刻 神在我們裡面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神的保守的裡面 所以我們基督徒被建造成為上帝的店 是上帝的靈所居住的地方 這個上帝的店 不是我們愛怎麼蓋就怎麼蓋 這個上帝的店 保羅在這裡說 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耶穌基督自己為防角石 所以這個聖殿也好 或是我們一群人集合在一起 我們成為教會也好 也不是我認為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而是在先知使徒在聖經的啟示 在所有全輩的教導之下 我們體察耶穌基督的心意 我們去問我們怎麼樣建造這個聖殿 從歷史的角度 我們當然知道 從新約的初代教會 確實是從使徒先知的傳承 開始到處建立教會 信徒也得到培養 但是我們除了從時間的觀點來看以外 我們也知道教會的建立 是因為基督徒能夠被建造 在對真理的認識 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當我們對真理有更足夠的認識 我們對上帝有更親密的關係 而這一群基督徒這樣子 加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教會 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教會 所以我想我們其實常常可以 應該來思考 到底我們心目中的教會到底是什麼 我想保羅在這裡讓我們很清楚 我們要常常問自己 我們是不是像使徒一樣 跟隨耶穌基督 我們領受耶穌基督的教導 並且親自的體驗耶穌基督 復活的力量在我們身上 當我們有這樣的經驗的基督徒 一同加在一起成為一個教會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樣的教會 是合神心意的教會 這樣的教會不會因為只是一個人 他就興旺 當然也不會因為只是一個人 他就慶祷 因為教會的防角石是耶穌基督 六十年前這個在倫敦的西民寺 有一位中馬田牧師 他在自己在反省英國的教會的時候 他自己說了這樣的話 他說在使徒行傳裡面 第三章第六節彼得對於那個瘸腿的人 在求他的時候 彼得是對他講說金何銀我都沒有 但是怎麼樣 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教會來起來行種 使徒的時代是這樣 然後這位中馬田牧師 他在反省他們那個時候的自己的教會 他說我們的教會剛好相反 什麼相反 金何銀倒是有一點 他倒是多還是少他沒講 金何銀倒是有一點 但是我們彷彿沒有那樣的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醫治人 我們沒有辦法叫人得著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叫這個人起來行種 當然包含心靈上癮 所以當一個教會只有光有錢 或光有其他物質方面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一個健康的教會 一個教會我們要問 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權柄 我們有沒有使命有沒有意向 當我們有使命有意向的時候 這個教會我們能夠結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如果只是要外在的東西 表面的東西的時候 教會就不容易聯繫在一起 所有基督徒是什麼樣子 加在一起 他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教會 我想在原本台灣人的宗教裡面 台灣人要蓋廟很容易你知道嗎 你要看到我們台灣真的很多地方 包括都市包括偏遠的地方 還有山區到處都有很多的廟宇啊 什麼 因為在民間的宗教也好 在佛教裡面他們有一種觀念 你奉獻錢蓋廟是功德 如果奉獻錢蓋廟是功德 那如果他們真的接受說很多人願意奉獻 很多人捐錢 然後沒有蓋好以後 有一個那個公民板 放的時候誰捐了多少錢 可是那個是一個建築物 而且更何況我們基督徒 我們不認為功德不功德 基督徒我們在想的是 當我們合力以來建造教會 這個合力一起建造教會 到底它意味著什麼 我們先說具體的 我們一起建造一個教堂 那因為我自己所屬的宗教 有一些教會很小 可能有五十人一百人 那一百人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很努力 要想要有一個自己聚會的地方 有人是租 有人是借 有人就會想要建教堂 那也有教會大一點的 三百人五百人 他們也想要有自己聚會的地方 建一個教堂 大家你參與過這樣的過程嗎 你知道在都市裡面要建一個 可以容納三百人的教堂 要花多少錢嗎 花多少錢還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這要經過多少的 意見整合嗎 很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所有的基督徒 特別是這些基督徒領袖 他們參與在這種很艱難的 蓋建築物 我還是要說 蓋建築物的這個過程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因為學習服飾這件事 他們的信仰被操練 他們變得忍受挫折的能力增強 他們變得忍受別人誤會的能力增強 他們就是好像練功一樣 武功真的有進步 講的其實是說 他們的信仰 因為經過這樣的操練 慢慢的變 還沒有經歷這個事工以前 他們真的進步 我自己在當台灣神學院院長的任內 我們也經歷過一次整修教堂 只是整修 信徒為教堂整修的錢都已經奉獻好了 但是我們為了要該如何整修教堂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開會 然後對我自己的感覺是 最後還是神示下奇妙的恩典 我們的意見分歧在最重要的時候 居然就合一了 到今天我還是覺得非常奇妙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也許每一個人都願意貢獻 他所認為最好最對的意見 但是我們要去尋求的是 神在我們當中的心意到底是什麼 不是只有堅持自己的意見 而我自己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在想的時候 我沒有太多自己的意見 我只要學校的教堂 能夠順利的整修就好 但是即使我退讓到這樣 也沒有辦法 但是在最後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而且上帝他施展其妙的大人 結果兩邊不同的意見 居然就合一了 我還印象很深刻 我真的沒有辦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家意見合一了 我說我們寫下來來確認意思物 我爸萬一下個禮拜 大家後悔了怎麼辦 我們就真的寫下來確認意思物 各位我要講的是 我們人都是有很多缺陷 雖然我們很樂意服侍神 但是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也都有很多難以擺脫的缺點 而且我們看不見 我們自己看不見 但是唯有我們大家一起合在 一起服侍的時候 我們也共同尋求 神在我們當中的心意的時候 這個時候神他可以做 他想要在我們當中做的事 所以我們每個人謙卑下來 我們求神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成為那個 領受恩典的器具 或是我們成為那個 被建造的教堂 對不起 被建造的聖殿 然後這個時候 不只是 而是那個metacle的用 我們自己是 這個聖殿的一步 當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身分 我們是上帝國的公民 我們是上帝家裡面的人 又是主耶穌基督的身體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是上帝的靈 如果您住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就會更知道 我們該怎麼樣生活 怎麼樣服侍教配 怎麼樣體驗上帝的全能 在我們的身上 要行那奇妙偉大的事 我們從地底來祷告 現在主耶穌我們也滿心感謝祢 因為祢的恩典呼召我們 讓我們能夠成為祢的聖殿 讓我們也在這個信仰的功課當中 我們藉著不斷的服侍 我們不斷的操練 我們能夠更懂得 祢在聖經裡面所教導我們的真意 我們有太多時候 我們憑著我們自己的血氣 有太多時候 我們沒有經過仔細的禱告 我們就以為這個是最好的意見 主啊 但是我們肯求祢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更多的體會 因為以如所述第二章 今天保羅所教導我們的話 我們是同一個身體 我們同一個家 我們是同一個國度的職業 主啊 恳求祢和睦的靈 在我們的當中引導我們 示下那奇妙的奇蹟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這樣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